大家好,我是斐迹的Deniel 今天我来聊一聊关于前几天 我讨论了斐迹即将开战赌场的业务的事情 今天早上我看到了一则新闻 就是有很多的斐迹的居民 包括尤其是在斐迹最大的一个教会 叫卫理工会里面的一个负责人 他们发出了一个反对的声音 他们认为就是开战赌场的话 将会给斐迹可能带来很多的灾难 那么他们认为一旦你开战了赌场 虽然说经济上可能有短暂的活药 但是它相关带来的反面是会更加的严重 尤其是可能会有更多的妓女 或者是毒品这些可能产生 尤其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斐迹政府通过了一个法案 是允许在斐迹的土地上 部分拿到牌的人可以种大麻 但它规定是工业大麻 总值不能随意贩卖 但实际在操作的工作中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你地码一大片总在那 那么这个老板他有可能拿一小部分卖到私人手上 这是非常容易的 那么会给这个斐迹带来这个更多的盗窃 更多的抢劫 甚至更多这个社会的治安 不稳定的治安的这种情况 所以说这一次呢 这个斐迹这个教会应该是有其他的教会 不仅是卫理工会 其他所有的教会 凡是就是有正义感的这些 希望这个社会越来越好的这些人士呢 都开始反对这个开战赌场啊 但可能看我视频的人 有的人会觉得很搞笑啊 这个开个赌场有什么 但实际上呢 最近因为这个斐迹新的政府上台了以后呢 他会就准备开设 这个就是赌场 还有这个总大麻这样的事情呢 让其实很多人也担忧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像在美国啊 这种发达国家啊这些 就是因为就是毒品泛滥 还有这个赌场过多 那么造成了整个社会治安的这个不稳定啊 当然在美国这样的话 那么家里面可以吃枪的 那些坏人是不能入室的 但是在斐迹老百姓是不能吃枪的 那些坏人可能会 就是有入室抢劫这种情况 可能会越演越烈啊 但这个担忧 其实说实话 我个人来说我也有这样的担忧 虽然在经济上可能会有 就是瞬间发展的短暂的这个好的时期 但是接下来带来了这种后果 不堪的这种后果啊 真的是难以想象啊 最近这个新的政府上台了以后呢 它是大力的发展经济啊 不管是它是从这个 各个行业啊都能看出 它其实非常的努力 因为老百姓在这个疫情后这个三年 就是疫情期间这个三年啊 这个整个经济是完全停顿的状态啊 所以整个斐迹的这个经济是相当的糟糕 而这个三年以后呢 当然现在已经慢慢的恢复 而且我个人感觉啊 是恢复的相当的快 各行各业啊 尤其是这个建新房 我可以看到到处都是建房子的这个 那个专厂也有好几个新的专厂也开展了 而且我还有一个朋友在这开了一个地专厂 那么从整体来看的话 斐迹的经济是蒸蒸日上 但是斐迹政府又突然间又公布了一个开展这个赌场的这个信息啊 让这些就是具有正义感 还有就是害怕社会动乱的这些人士呢 都感到有点恐惧啊 尤其是作为教会 教会因为它的职责是整个是对人们有信仰 而且要有一个这个平安喜乐的生活嘛 其实金钱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完全违背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就是初衷嘛 因为这个国家是个基督教国家 那么基督信仰是它的根基嘛 而现在这个赌场啊 妓女啊 还有毒品这些是完全违背了基督教的这个教义嘛 所以这个是难以让我们接受的 还有我想提到一下 就是在斐迹那本身这个同性恋啊 这个比例 但这个词呢 待会儿我会把它屏蔽起来 这个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词汇啊 但确实这种情况是非常的严重 尤其是离我住的很近的地方 居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同性恋酒吧 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同性恋者啊 你想现在如果再加上赌场 又可以种大麻 那么又有这个同性恋者 那么这些社会的这个黑暗的东西越来越多 那么我们会不会变成美国一样 有左派呢 有更加疯狂的那些 那些狂热分子呢 这个是不堪想象的一个一个糟糕的结果啊 当然经济这一块可能会迅速的发展 但是作为我们来说 经济可能应该不是最重要了 这个才是斐迹 如果说是斐迹像那些发达国家一样 变得就是只看钱 没有这种平安和喜乐了 那就不是真正的斐迹了 好了 我今天呢就谈谈我个人对这个赌场的这个一些看法吧 好了 上帝祝福你们 我的朋友们 希望你们来到斐迹 能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 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